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 每晚十一点 我和西城 西城和我 十四三人谈节目 由美国常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冠名播出 各位听众 晚上好 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 每周一晚上的十四三人谈节目 今天是2022年4月11号 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 分别是美国常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 徐亚光先生 欢迎亚光 小男好 博洋好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晚上好 另外一位是西雅图生活科技界知名人士 李博洋先生 欢迎博洋 小男好 亚光好 听众朋友们好 我今天这个图像可能有点问题 出不来 那个 我们就先聊一下 最近比较 关注的几个热点 亚光我看到 有消息报道说 最近东航出事的飞机的黑匣子已经送到美国 而且说已经 好像是解读完毕了 不知道你看到这个消息没有 亚光能听到我说话吗 听的不是特别清楚 我能听见 能听 能听见一口话 刚才就时段时序 我是看到有报道 关于对东航的黑匣子 黑匣子 这边我看着有美国的主流媒体报道 说是这个黑匣子已经送到华盛顿DC 这个美国的NTSB下面的实验室去解读 这是我看到主流媒体 美国主流英文媒体报道 就这么一个内容 并没有进一步的报道说 这个黑匣子内容已经解答出来了 也没有说好像是哪一个 好像有一个报道说 是第一个就是发现的黑匣子 就是机舱语音录音器 这个黑匣子送去了 那么这个黑匣子 它的解决结果 一定要跟第二个黑匣子的 这个飞行数据的 这个黑匣子的 这两个东西对比起来 就是我们以前讲过 就是要把时间都对上去 同一个时间 机组在说什么话的时候 这个另外一部黑匣子 进入飞行 飞机的这个各种参数的时候 看着飞机有没有变化 把这个两个对起来一块看 比较有意义的说过 是这样的 那就是 那就是说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 你现在送到美国来的 只有一个黑匣子是吧 只报道一个 有一个黑匣子送到 第二黑匣子送不送来 没有报道 中文媒体也没有报道 英文媒体也没有报道 所以不清楚 第二黑匣子送来 但是最近好像是看到 有一些 这个 媒体或者自媒体 传播的一些信息 就是显示好像中国民航在 系统内部发布了一些通报 就是要求加强对 飞行人员或者是航空公司 特别是飞行员 对他们生活要关心 然后对他们的难处要要关心 感觉好像是有所指 不知道您看到这些 报道没有 我是有看到 这些网上流传的 网上自媒体 发布的这些消息 这些自媒体发布消息 就是各自各样的形式 有的形式 是以民航局的 明文电报的形式发出来 还有人签字 还有的是民航局局长 在一个民航飞行安全 公告会上的讲话 以这个节选证形式发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不是非常清楚 就这些自媒体的消息来源 是否可靠 从形式上看 好像不像民航局的 这个明码电报 好像看这个文件格式 看起来都对 但是呢 是不是真是那个灰事情了 现在无法说是对还是错 博洋有这方面的消息吗 看到 我也看到这类似的消息 但是就像雅光刚才说的 这个东西有点 我觉得有点无风不起浪 就是说 肯定是一直存在一系列的这种 这种就是航空方面的 包括飞行员 包括空乘这些人员 他们可能是不是 就是一直存在一些这样的因素 所以 所以就是不见得跟这次事件有关 但是这也是 也是民航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吧 需要 还有一个我就想问雅光一下 就是说第一个黑匣子现在 现在就是说送回中国了吗 就是说 这有消息吗 没有看到报道 中文英文都没有看到报道 第二个 第一个黑匣子 看到英文报纸 报道说是到了 华盛顿DC的NTSB 下一个实验室进行破译 恢复破译 这个消息的中文媒体也有报道 也说明了 看来这个事情也是对 那么至于这个黑匣子 第一个黑匣子 这个破损程度 破损的有多严重 是否已经完全恢复了 是否已经解读出来了 解读内容是就没有看到 就是比较靠谱的 媒体的报道 自媒体有讲 那自媒体我觉得那个 自媒体自然很 就很值得怀疑 没法完全没法相信 是真是假 好像是民航还 发了一个辟谣的通知 是吧 对 我也看了这个辟谣的 这个民航局安全办公室副主任 发了这个辟谣的一个讲话 他只是讲呢 就是说现在网上流传的 谣言内容 以政府官员的形式 发布的消息 这件事情是谣言 是不对的 并 王后再 他又重新的说 又说了一句说 这个 现在的事故调查 仍然在进行 事故 事故 引起事故的原因 并没有一个结论出来 他只说这么两点 这么两点 那么 这个 他这个讲话呢 我觉得还是可圈可远 第一他说你们说 就是说他说网上指的网上那些谣言说是这个什么什么这个民航管理局的什么公安部门的高层说了什么什么东西这个说法 还有说有关民航局局长在这个安全的工作会议上的假话这些东西都是谣言或是不属实 那么他这个谣言这么讲他说是不属实 那么我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道理说他他说的这话不对啊 但是很重要一点他并没有说他并没有说某一种原因造成事故原因这个是谣言没有什么讲啊 现在网上说了很多是机组人民因素造成的这次空难事故 这个民航局的这个安全班的副部人在辟谣当中没有任何意思说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没有讲只是说事故调查正在进行目前为止没有结论没有做出结论只是这么讲 所以我觉得他们说法比较严调比较严格那也 雅光我就想说一下那就是说就像刚才你现在一些自媒体说的比如说什么那个副机长怎么怎么着吧 就说不见得这些东西是是事实但是就说这个飞机失事是不是还是可以有人为因素 这是这么回事呢 这个从我们我们已经是第三次这个节目讲这个讲这个讨论这个问题 其实呢我们就比较简单的用科学的用排除法 排除法就可以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是怎么样的比较清晰的结论 我们先说再重复一下事故发生苦难事故击毁人亡事故 一般就三大类三大类没有第四类就三大类 第一类原因是气候与因素 空气天气气候这次肯定这个因素没有 这个根本不存在这个位置 因为在高空飞行的时候 这个气候条件的影响非常小 另外在这个民航局的 十次新闻记者的招会上 他已经排除了 那当天气候条件非常凉 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事情排除 第二个因素就是飞机本身的故障 包括它设计上的问题 制造上的问题 离修当中的问题 这些所有的问题都叫飞机本身的问题 不管它是电器的问题 还是无线电的问题 还是发动机的问题 还是什么什么依然控制 控制器的问题 所有的都叫飞机本身的问题 都是我们通通都讲的 叫机务故障 机务故障 就是飞机本身受了问题 造成这个空弹失误 这个原因可以基本的排除 因为我们为什么反复讲这个事情 就是一个简单 一个简单的讲法 就是说中国民航局到目前为止 没有发出十航指令 要求在中国国内的 七三七八百飞机全部停飞 没有 只是公航自己有这么的要求 那我就是 我在跟朋友讨论当中 我也就问我朋友 这个问题 波阳 小达我也问你 波阳假设你是民航局局长 中国民航局局长 你的责任很大 这个中国在中国飞行的飞机 安全你要负责任 那么你作为局长而说 一个空弹事故发生了以后 你第一件事想的是什么 你第一件事想的是一个 我要做一个简单的排除 到底这个原因 简单的判断 到底这些空弹事故 是由于飞机本身的原因 机会故障造成的 还是切大运动 如果飞机本身有问题 那你马上想到第二名 我作为民航局局长 作为对中国民航航空 安全飞行的总负责人 第一负责人 我一定要保证其他飞机 不能再出事 那我就想命令 这些飞机都停飞 全部检查 可是民航局到现在 没有下车去 最近很明确的 他们不认为飞机是 飞机是本身的 造成这次的空弹原因 是飞机本身的原因 是吧 因为你要下令 检查 检查什么东西 你要有明确的民航局 实际上次有明确的指令下车 你到底检查什么东西 我们要换零件 换什么零件 要更改东西 更改什么东西 要检查 检查什么东西 没有这个东西 证明他们认为 这个飞机本身 没有什么大问题 排除法 第二个因素 由于飞机 本身的因素造成的 机会故障 可以 排除 那上面就是 第三个因素 就是人为因素 那就是人为因素 现在不能排除 这两大的因素 可以很清楚地排除出去 就是这样 我再强调 刚才那第二个 我认为 预先清楚 这个飞机到底怎么样 你想你要坐在那个位置 你是明确局局长 责任很大 如果这飞机 再出安全事故 你要付第一责任 对吧 你不可能拿你 这个事情开玩笑 不可能说 这个不服 不负责 不考虑 是吧 所以他们没有 做出这个判断 那就证明这个事情 跟飞机 是没有关系 那就是 人为因素 人为因素 可以分成几类 我们也可以排除 人为因素 第一个人为因素 接机 那这个已经 我们上次已经讲了 这完全可以排除 因为有接机的话 它会发出 跟地面通知 这个接机 网上以前有传说 说发出 说机组 发出一个 7550的一个代码 这种人为干扰 意思就是 接机的这个东西 那民航局发言人 在这个 记者道路上 明确 明确 明确表示 机组 没有发出 这个这个 这个7550的一个代码 没有 所谓接机的事情 第二个人为因素 就是炸弹 飞机上在行李上 带炸弹 爆炸 这个因素 也完全可以排除 两个原因 两个逻辑 第一 如果爆炸 通通飞机解体 那飞机残骸 三分里面 非常弱 非常大 下来都落下来的大罐 不是碎片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因素 就是民航局 事物调查的 这个这个人员 在飞机实施 现场 做了 有机炸药 无机炸药 检测 发现没有 这两个程度 那表示 飞机不是 炸弹 炸爆炸下来 这个因素 对吧 第三个因素 这人为因素 还有可能 就是驾驶员 误操作 我们讲误操作 任何形式的误操作 使得飞机 这样下来 在29100公尺 高空 将近9000米的高空上 任何一个误操作 你都有足够的时间 改出来 而且你如果有误操作的话 如果你是误操作 你的通信系统 跟地面通信系统 还是好的 你马上可以跟地面讲 我现在什么什么原因 我这飞机有问题 我怎么怎么样 你会 你三个基础 三个人会 一定会有讲 对吧 没有这种 说得很清楚 这个记者来说的很清楚 飞机从29100英尺 下来 下来的时候 跟地面没有任何人 没有任何的交流 没有任何的沟通 所以这个事情 你也可以排除 所以只有一个因素 就是基础 人员 有意识 操作飞机 下来 只有这个因素 不能排除 我们讲所有的因素 全都可以排除 只有这个因素 不能排除 所以呢 这凡来复起 讲来讲去 大家现在好像也看了 越来越多认为 这个基础 人为的因素 人为因素 可能是最大 那么现在 网上说的 我觉得可能是 不太靠谱的事 到底是哪个 哪基础三个人 能哪个人干的事 这个我觉得就是 现在我们外界人 都是乱猜了 安全地付出 这是乱猜 一定是基础本身是有问题 这是应该是没复误的 那么民航局也下达文件 说要求下 小南和 欧阳你们刚才讲的 这个民航局下达文件 要求 关心飞行 空乘人员的心理 这个素质 心理健康 关心他们的家庭生活 关心他们有没有 什么痛点 还有这些说法 我觉得都不是空习来的 都不是空习来的 好 这个哑光 就是说你分析了 这个话题 我们也谈了不止一次了 你也分析的很透彻 就是说基本上 看来就用排除法的话 气候原因 机械故障 这些等等原因 或者操作失误 都排除了 那么剩下来的 就是说人为因素 是最大的 具体是什么呢 我们还是 就是最后 还是在听这个 分析报告 是吧 我有一点 就是外行不懂 就是我 我估计可能 不少我们听众 也会有同样的问题 就是在 国内目前对 美国 朝野都存在 一个强烈的不信任 那为什么还要把 黑匣子拿到美国来 让美国来检测 那么不担心 美帝在中间搞鬼 然后把本来的机械故障 这个捏造为一个人为故障 有没有这种可能 这个中国还不能解读黑匣子 如果这些黑匣子没有受损 或者受损不是那么严重 那中国民航科学院 科技技术院在北京的一个试验室 他们就可以解读 之所以送到美国来检 这个 这个这个我相信 这个原因呢 是这个民航的这个安全办办公室主任 在记者抓的会上也说的很明确 他说这第一个黑匣早报呢 发现受损严重 他用词是受损严重 那么 现在未知没有看到任何报道 说受损严重 所以北京是没法解读的 没有这个报道 那么送到这个华盛DC来检 就是肯定是在北京没法解读 才送到DC来检 但是现在DC是不是解读成功了 已经恢复过来 这个也没有报道 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现在这个里头 还是这信息当中呢 还是有一些控告 这个现在 这个第一个黑匣子 是否已经成功的恢复过来了 能够解读出来 我们现在不知道 没有任何一个比较靠谱的消息 说已经是解读出来 也没有任何一个比较靠谱的消息 说没有解读 已经彻底坏了 没有吧 没有 对没有这个说法 那回答小南回答你 刚才说这个 这件事情呢 因为在三十多年前呢 我在民航组织 是实际上是这个民航 试航制度 现在大家引用试航制度 就括号飞行事故调查的 飞行安全的这个审查这个制度 我是参与这个始作影组之一吧 我是这么念这么讲 我那时候很年轻 就参与这件事情 所以国际民航组织的章程 我可以 我可以不谦虚的 不客气的实时求是 实时求是讲 我是中国第一个把它翻译成中文 拿到国内人看 这是我第一个 就是从北北翻到民航组以后 我是第一个做的这个事情的人 所以对国际民航组织的这个规章程度呢 过了这么多年 我还记忆很清楚 他对空难事故调查 有个详细的规定 程序 都一二三四五四的很清楚 中国民航的这个市航管理条例 市航管理的机制 事故调查的机制 这个系统基本上是按照国际民航组织的那个规定建立起来的 所以他的事故调查的程序和方法 注意的是程序和方法 基本上和国际民航组织规定的程序方法一样 那么换一句话说就是基本上跟美国这边的事故调查的程序的方法 基本一样 机构教育人生可能不一样 但是这个方法不是一样 那么这个国际民航组织事故调查的程序当中 其中有一条规定的很清楚 这个事故的主调查方法 由谁来主导呢 是由事故发生国的民航组织管当局来负责调查 他是第一负责 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飞机虽然是东航的飞机 如果事故发生在泰国 那谁是第一负责调查人呢 泰国不同 都是中国民航组 这个规定就是发生所在国的第一个 这个发生所在国的民航组织管 我们负责调查 那么航空成员人肯定要参与这个事情 就是东航是一定要参与这个事情 那么国际民航组织规定 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是飞机制造商 他要参与调查 设计和制造商要参与调查 同时呢 这个飞机制造商 他所在国家的民有航空主管部门 或者事故调查主管部门 要有责任 有义务要参加事故调查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这个 NTSB 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的官员 这个官员 NTSB负责美国的 我们再说简单说一下 他们负责调查 他们的官员到了北京 然后呢 把这黑霞子送到 这个NTSB在华人DC的实验室 就是因为国际民航组织规定的 那么这个 我再说一遍 这国际民航组织规定说得很清楚 在事故发生30天之内 要有一个粗实的报告 要送料给国际民航组织 这个报告可能没有结论 但是要把这个事情的 这个故 你所调查的这个内容 是出清楚 所以我们现在就等着看4月21号 这个调查报告 粗实调查报告出来 我希望能有结论 或者有粗实结论 但是如果没有结论 能把这个事情事故说清楚 事情 他们所说的事实说清楚 那我们就可以做出基本探测 就可以做出基本探测 所以4月21号是一个多的期 小账我先说这么多 我说太多了 先说这么多 好的好的 谢谢亚光 我们也到了广告时间了 现在我们听一段广告 然后回来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请不吝点赞 资讯由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提供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 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 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 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 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 那么周劳工和工业部 可以为您提供帮助 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 请致电就近的LNI办公室 或者致电免费电话 1866-219-7321 好的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节目 今天是2022年4月11号 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 仍然是我们的老朋友 一位是美国常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 薛亚光先生 另外一位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知名人士 李博洋先生 我是主持人小南 刚才我们就讲了 就是说 主要是听亚光分析 就是关于这个东航失事 这个黑匣子 为什么要送到美国来进行检测 那么现在看来呢 就是说这是根据国际民航组织 以及中国民航的这个 关于事故调查的这个规则来决定的 那么刚才雅光也提到就是说 中国民航的事故调查的这个程序和规则呢 基本上是依照国际民航组织的这个规则 或者说是跟美国的这个规则 基本上是一样的 刚才我觉得 雅光讲的两点很重要 就前两条 第一是由事故发生所在国的民航管理机构来调查 这是第一责任调查主体 第二主体就是飞机制造商 是吧 和制造商所在国家的这个安全 就交通安全或者民航的管理机构 那这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 为什么要把这个黑霞子送到美国了 是吧 对 很专业 郭阳你有什么问题 郭阳 我没有 我就觉得雅光讲完 我觉得这个实际这点还是民航 还是看来还是专业人士在做这件事情 还是还是很好的 对 好的好的 好 我们下面再换个话题 这两天过去一周吧 我觉得好像是一个比较刷屏的一件事就是国内疫情的发展和抗疫的抗击疫情的一些对策 在民间引起了这个广泛的关注 特别是这个上海这个封城 是争论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那么就是所谓清零派和共存派是吧 那么共存派在目前我觉得在国内的这个决策层可能基本上是没有发言 安全也可能在内部有争论我们不知道 但至少目前还没有影响到决策层 但是按照现在一定的这个清零政策啊 我感觉是折腾老百姓折腾的比较厉害 我这个国内的朋友说这个疫苗这是一天每天都要做 有时候一天做两次三次都可能 所以我觉得包括像上海这样一个比较现代化的这个市民素质还比较高 就这样一个大都市 就我们看到了很多的乱象 包括物资啊 这个太宋啊 这个食品蔬菜的这个分配啊 有些小区就根本分不到 那么靠团购团购又抢不到 这种情况下的话是要出人命的 我不知道你们听到这方面的消息没有 对那消息这两天 这一个礼拜都是上海这个这个分空的消息 我觉得我觉得小南倒是我 我倒是觉得就是所谓的清零政策 还是在上海人民的面前还是改了一些 就是昨天吧好像是中国的11号吧 就是中国他不是也上海把这个完全刚才你说的一刀切清零 他现在给改成就是分成三区嘛 分空区管控区还有防范区 实际上他多多少少回到了原来那个上海的那个自发的那个自创的那个那种精准防控的那种情况了 就是多多少少跟像像那个管控区吧 七千多个小区的人还可以出去买东西了 所以呢多多少少我觉得还是在上海人民的压力下吧 就是还是多多少少改变了一点 这就是但是只是上海其他地方包括像所谓的长春现在就说嘛 长春现在还是很厉害 但是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就是就是这样 嗯 所以说这种这种清清零还是 还是 还是 怎么说呢 就是 不合时宜吧 就是说 对 欧阳你是专家这个事就在请教你 我说这个事情 这个清零这个事情 现在主要针对对象是Omicron这个这个毒株对吧 对香港也是就是受的影响比较大 也是Omicron 现在上海我们黄的长春房都是这个 这个这个东西对吧 这个东西不是说我们在这个节目上讨了很多次 你这专家也说了很多次 这个 这个是Omicron这个这个病毒是传播性很强 但是这个就是说致命率很低 对 那么这种情况 你为什么要咱们去搞这个清零政策 这种副作用 老媒伤财 有这个次生 次生这个灾害 次生副作用非常大的政策 为什么有用 有效果 就是防疫有效果 所以这这件事 我想还是跟咱们的最高领导人有有些关系 就是说 怎么说呢 就是说亚光你刚才提到的 现在就是具体到现在就是Omicron这个病毒 你看香港 香港本来是4月多少号来着 就是说要解封 就是 但是提前了20天好像是 就是说那就是就是彻底放开了 台湾实际上也一直就是因为 雕塔这病毒闹得挺立的 台湾一直也是就是要清零 实际上也跟中国一样要搞清零 但是到Omicron这块也是完全就是就是放开了 就是说那什么点就是就是 咱们说就是躺平了 就是这样 但是中国中国呢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不是一个科学的态度 主要还是一个人的一个人的意志问题 你比如说 所以说或者说就一个人的学习能力问题 像实际上全世界现在都这个在在这个Omicron的这种自然免疫的这种这这这这这天赐的礼物下 基本上都都放开了 但是中国呢就说他没有去学习这种这种东西 没有借鉴外国的这这个这种情况 还是停留在两年前那个武汉那时候 那时候死亡率能病你刚才提到一病死率 病死率能达到4% 在那种情况下他采取清零啊封城啊 还是起到一定做 但是人的这思想还是固化在当时的那种情况 还是还是就没有与时俱进 你比如说包括像这回上礼拜五吧 8号开那个冬奥会庆功会 还自自己觉得自己还做的不错 说什么那个那个中国的抗疫经验是给给给世界提供了好多的就是帮助吧 我们那个为世界举办什么大型活动提供了一些经验 还是陶醉在这种当中 他并没有真正的了解这个这个病毒在在在变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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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的这个疫情都在都在变 没有他没有了解在这点 凡是还是以个人的意志 就是一刀切的就是清零 我觉得这点实际上是一种挺可悲的一种情况 是的 这个我们看到很多这个民间这个转发的各种各样的视频啊 这个文字的东西就是讲到市民的这个上海市民的这个艰难呢 就是很多这个平时我们想象不到的 比如说就说养宠物的人现在都担心自己的宠物 哪一天可能就被是吧 被收走或者甚至被被被被处决了 这个我就有亲友在上海养宠物 那么比如说养狗你狗是需要溜的 你一天24小时连着好几天不让出去 他这个狗这个习惯他是要到外面上厕所 他不习惯在家里面你这个增量的地板或者地毯上 他狗是这个有很好的记忆 他一定他憋不住了 他就很着急他会出事 那么人呢又不让出户 那狗就更出不去了 所以这个问题也没办法解决 所以他们有的人就夜里面偷偷出去 偷偷下楼到院子里解决一下 但是呢这个国内的这个朝阳大妈还比较多 看到这种事以后他会举报 然后举报以后这个居委会啊什么这些这个志愿者啊 他还会来找你麻烦 那搞不好就把你的狗带走 甚至把人呢给你隔离 这些事实际上还是就是说在这个这个清零政策 他影响的面是非常广 嗯 所以家里面有有病人有老人 是吧 这都是问题啊 万一生了病到哪去看 根本出不去 所以我们的就是说国内的一些他这个决策者 他没有去仔细想这个民间老百姓的这些具体的困难 想的就是可能关羊说的就是说我们闯出了一条新路 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很多宝贵经验 你啥经验呢 哪个国家在学这个经验呢 全世界都躺平了 就你硬站在那 是不是 我觉得也是一个需要赶快做检讨的一个政策 否则的话 我看可能被折腾死的人比这个真正得新冠死的人还要多 对 所以两天上台有一个数据是多少万的这个是吧 感染者真正重症的只有一个 二十万 二十万 二十万感染的一例重症零例死亡 就在这种情况下的的确确没有必要进行这种一刀切的这种封闭 但是因为清零政策造成的各种种种的不变和困难 而造成的死亡肯定早就超过一例了 对 对 就包括咱们知道的像 像那个 咱们说有知名人物 郎贤平 是叫郎贤平吧 他母亲不就是因为不能及时的做检测 在等待结果去世了吗 就这种这是他有名的人 大家还知道 那就是 上次是清华还是哪一研究生好像也是因为 对 对 笑传 在医院本来就是不能抢救还是怎么 对 他得笑 对 本来就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一件事 是吧 你就正常的治疗就没事 对 还有上海这个作家六六 嗯 这个武汉疫情的时候 他去采这个方方 现在自己又在这哭着喊着 就说这个 他妈又怎么了 他爸又怎么了 又怕被抓走 又怕老人又怎么怎么样 那轮到自己头上了 咋办了呢 就是说 你这么叫苦 你给国家抹黑吗 你不是给 境外敌对势力递刀子吗 所以对于上海这种2500万人吧 这种大城市 这种一刀切的政策是完全不适应的 所以 这不是他们 虽然就是习民兵派副总理去 实际上到那时 实际上也是不管用 最后不得不 最后又把 上海以前的这种所谓的精准防控 可以说再请回来 就是这种分成不同的区域来 不同的情况来对待 这个我觉得还是正确的 只能说是权益之计吧 我总 你们两位说的我都同意 说杨和小权 你们的观点 我总有感觉中国现在 很像文化大学之前的状态 很像文化大学之前的状态 做事情做的 这个很多事情就是感觉不太想到 这个人民群众当中的当中那些反制的行动 非常多 做的 这非常的有些匪夷所示的事情非常多 已经几十年不见的事 现在都来了 所以这个形式真的是非常多 对 你刚才说的这个 就是你比如说这回挺有名的一件事件 就是那夫妇俩 他们俩得到的是检测阴性 但是公安局就来人了 排除所来人了 就说我们接着通知你们两个是来阳性 要给他们去带走 去方舱医院去 他们俩就是我没有我们的证明 但是呢 那人家就是不听 就是甭管我的信息对错 我现在就要抓你走 这种情况已经完全 真是有点类似于文革了 文革那时候就随便抓人 文革那时候就是一个特点 冯玉冰 我说你是反对 就是反对 我说你是走自败 就是走自败 到你家去抓你 现在呢 就说你拿出证明来 有人说 你说你是你这个是 可能是可疑的这个阳性 就把你抓走 你看到我看了很多视频 就是因为什么原因 就是穿那个穿防护服的人 人家管他那叫大白 就暴打什么人 什么原因都看不出来 就是你们什么情况 就暴打 你不是跟王大革命 红楼兵打人又像了 像了吗 是不是 谁授权 谁授权 你谁授权 你可以到人家抄家 抄家 是吧 所以这个事情现在 情况很困难 我觉得很困难 而人们的思想 还非常困难 这个互相揭发 互相人才 互相这个简体揭发 这个事件 我跟文国 一气通工制 这么讲 还不好 对 他我觉得这个事情 反正一弄成这个群众运动性的东西 他就容易失控 因为这个只要这是最高层的精神 最高层的指示 下面的群众他就有事无恐 我在执行这个 我在执行领导的意图执行 以革命的名义 现在就是说以抗疫的名义 以抗击这个疫情的名义 我就可以做任何事 做任何事情都是有道理的 是为了你们的安全 为了你们的生命 那么也就谈不上 你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是吧 你公民的权利 有没有得到尊重 那明显是没有尊重 那让你圈起来就圈起来 把你拖走就拖走 这个确实是挺可怕的一件事 这个现在 听说这个上海封城以后 现在这个全国各地 这个很多地方 看到这个情况 就是说这个 说移民服务公司的电话 又在 响着不停 就很多人说不行啊 这个太危险了 在这 没准哪天 就给你弄得去 你甭管你再高的地位没用 我们看到 这不是看到很多吗 是吧 什么教授啊 什么这个专家 那个专家 就没有馒头 缺一个馒头 但是确实这样 你不能出门 你就没馒头 就是没馒头 天上掉不下来嘛 就在有人给你送 那你还得送进来 送不进来咋办呢 对我看好像 咱们也不懂 那个就是说 你可以在网上去定是吧 好多人早上起来 五点钟起来 就下单抢 根本抢不到 因为抢的人太多了 就这样 而且你抢 抢不到 而且可能 有时候抢到了 送过来 不一定能到你手上 对对对 它有的外卖的 它快递的 它不让进 这个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上海2000多万人 你计算一下 平均每天 它要吃掉多少东西 对 有没有调集足够的人力 另外一方面 看到视频 就显示这个各地 捐赠的一些 蔬菜啊 物资 肉类啊 就是鸡蛋啊 就是 放堆在那 它没有及时的 分发下去 烂掉了 就必须扔掉 所以这个里面 还有组织工作的问题 好了 我们又到广告时间了 我们再听一段广告 然后回来 抗击新冠肺炎 请记住三点 来避免虚假的治疗宣传 第一 任何防治新冠肺炎的 医学突破 不可能是有广告 或推销最先宣传 第二 尝试任何声称 可以防治新冠肺炎的治疗前 请先咨询专业医护人员 第三 请通过联邦疾病防治中心网站 cdc.gov 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网站 fda.gov 查询新冠肺炎的最新信息 如果您认为某个保健品 夸大宣传效果 可通过联邦贸易委员会网站 reportfrog.ftc.gov 联邦贸易委员会 或其王止轩 你想获得一张图书卡 用于免费借阅 下载或在线阅读书籍 收听音乐 观看电影和电视节目吗 请从申请中文图书卡开始 并通过www.spl.org.zh www.spl.org.zh 在线查找有关使用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其他信息 时事三人谈节目 由美国常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冠名播出 好的 各位听众 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 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 今天是2022年4月11号 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 都是我们的老朋友 一位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知名人士 李博洋先生 另外一位是美国常好房地产公司同事长 徐亚光先生 刚才我们讨论上海新冠疫情的 现在的一些情况 特别是上海封城以后 发生的很多 可以说非一所思的一些情况 两位嘉宾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想 问你们觉得 中国这个清零政策 你们觉得有可能改变吗 或者说如果有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我先说亚光 不是 我觉得 有可能改变 确实是这个 按照目前的这个世界上 各国各国的这个 对这种形式 就是不断有新的 新的那个研究 研究结果出来 就包括 现在基本上可以说吧 就说这个病死率 在0.03% 比那个 需要在另一方面要加强一些 就是说比如说包括老年人的这个 这个疫苗的接种 中国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 还是比较低的 我看好像说是 说60岁以上不到50% 我不知道是不是对 还有一个就是包括中国要引进 先进的国家的这种 先进的疫苗 就是像咱们这个辉瑞 莫德纳这种 MRNA疫苗 包括中南山也说了 第三针 就不要打咱们的那种 科兴的那种灭活疫苗了 就是要打第三针 就是不同种类的这种疫苗 这都是有研究成果 就是说会提高免疫力的 就是效果比较好的 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的这个 疫苗切的清零 我觉得还是 逐渐的要慢慢取消了 那博洋你刚才提到 就是说这个 Omicron的感染率 是在0.03% 病死率 病死率 对 这个是哪里发布的呢 这个实际上 在这个新冠的这个 这个疫苗啊 还是疫情方面的研究 方面 英国一直是非常领先的 它的数据也非常完整 这最早的时候 就是从英国出来的 现在各个国家 也基本上证明 就是在0.03% 这个病死率 在这个左右 美国CDC 有没有正式发布过 一个数字 比如说它的 这个Omicron的 致死率是多少 然后Delta的致死率 大概是多少 这我倒还真没注意到 但是现在 现在世界上 基本上都是引用 英国的这个数据 它是比较 它是有 因为它是有国家 国家管理的 这种研究机构 它来做这种研究 美国好像就是说 比较 就是一些大学呀 或者一些 一些不是那种国家管控的 那种机构做研究 所以都是 大家都是以英国的 这种研究数据 作为疫情的 这个管控的方法 我同意博洋的说法 我同意博洋的说法 我觉得这个 动态清净政策恐怕会改变 中国政府呢 这个政策制定过程呢 虽然不透明 但是呢 这政策你可以看到 如果它的政策发现在实际当中碰到很多问题 它会停下来的 最近的几个例子 我们可以举一举看 可以说 去年的时候 强调这个 这个共同富裕 说了很多 有 有外电有报道 说这次这个 这个人大 三月份开人大上 只说了一次 上一次在这个 说了很多 说的这个 就是在通过这个 什么这个 这个 这个 重要的决议的时候 说了很多次 这个 这个 就这就证明 这个一试一下 这共同富裕 这个提法 有很多问题 所以也就放弃了 还有一个例子 就是说 打压这个高科技棋 这个 这个现在好像 这个也 也放回了很多 最典型的例子 是房地产 调控 去年的时候 对对对 去年的 夏天的时候 简直是不到了 但是房地产 对于公司就 纷纷要 要 要破产 不行了 就就不过来 不能就 都不行了 现在你看 这从年底开始 又开始 逐渐的放 各地的房地产的 这个调控政策 全都放松了 因为这个贷款政策 也都放缓了 这个 就这个政策 就是翻烙饼 就翻来覆去 半年 开始一翻 一年一翻 是这样 所以呢 从这个形式 习惯来看 从这个决策模式来看 从这个形式 习惯来看 那我认为 我同意 不要跟你说话 很有可能 未来就这个 动态形勁之政策 就会有变化 而且可能是 翻烙饼 喀气翻过来 就干脆就 就就就 就躺倒 就就躺平了 我觉得非常有可能 我再 我再补充一点 就是说 实际上还是应该 用科学的方法 来来做这个 就是疫情 就是防疫的管控 就是说 咱们 上次咱们已经谈到 就说 欧洲啊 美国呀 包括非洲 实际上都是 两到三个月 就是 就是放开了 就是让它 它就过去了 看到那个 那个曲线升得很高 然后很快又下来了 就是就是这种 中国现在就是说 人为的因素 人为的因素 去管控这个 你看它那个曲线 都是 跟世界其他国家 那种曲线 都不太一样的 它那个 它这种曲线 所以就说 暂时可能控制住了 你稍微一放开 可能就 又有疫情了 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 在这种 病死率不高的情况下 在这种 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可以完全放开 让让自然的 让它把这个 把这个疫情 给它过去 我觉得 薄阳和雅光 你们两个 都还比较乐观 觉得这个 清零政策 会放开 那当然了 最终是一定要放开的 但是 希望不要拖得太久 在 惨痛代价之后 比如说 像十年浩劫一样 我们 我可不希望看到 有十年清零 最后终于说 好了 这已经过去了 我们终于胜利了 这个胜利的时间 有点起步 我觉得刚才 雅光提到了 一个比较分析的 就是说 就是根据过去的 几个 事例吧 来证明 就是说 国内就是决策层 它还是会看到 哪些地方需要调整 但是我也想 就是说一下 好像就是 这次因为好像是最高领导 亲自指挥的 所以可能这个决策呢 也是亲自制定的 和房地产的调控 包括对这个 科技公司的一些 这个打压 包括其他的一些政策 可能都是有一些政策执行部门 制定以后推荐上去 那么只获得了一下点头 那么现在政策执行部门 觉得又不行了 然后再调整 但是清零这个政策呢 在国际上闹得也很大 因为这个全世界 确实没有几家 这个正好中国有 那么正好符合了 中国特色的 这个新时代的 这个中国特色吧 所以从政治上来讲 短期之内 我觉得我看不到 真正放弃这个 或者改变这个政策的 希望 我也比较悲观在这件事情 至少 我觉得二十大之前 可能希望都不大 完全有可能 我同意 完全有可能 这个说不定 这是完全在 在他一面之间 别是谁 没法猜测的 这个乌克兰 那个俄罗斯 现在俄罗斯到底 打多长时间 就是在他一面之间 他想打就打 他不想打下去 他就不打 但是俄罗斯的事情 比较严重 有可能乌克兰打你 这事现在还不买打 现在有可能 说到俄国战争 所以正是我们要讨论下一个话题 就是说 你觉得乌克兰真的有能力去到把战争打到敌战区去吗 他恐怕 我想他要是现在美国向乌克兰 乌克兰 美国向乌克兰提供进攻性武器 我的理解击攻性武器 包括那些 能够打到俄国 俄罗斯境内的导弹发射基地 这导弹 直接继续把它导弹飞机 这个发射基地给摧毁了 你别拉拿导弹来打我 你那些什么 这炮拿炮 你别那些炮阵地 你再让他打我 我给你直接摧毁 打过去 这是永恒的 这是第一 第二 我感觉现在这个战争发展 其实越来越可能 就是说乌克兰 乌克兰现在再不提什么 什么什么停火了 什么谈判了 都没等你了 什么我要去保持综立 同一综立国 也不坑说 都不说了 乌克兰很有可能 现在就是集中精力 我要把你那个东部 那两个独立的共同国 我都全给你灭了 打过去 这些很有可能 是这么的进度 他们现在也在讲 就是说 在乌冬地区会有大战 你那军兵老百姓 赶上出来吧 对乌克兰也这么说 俄国人也在准备好 就是我们在乌冬地区 要有大战 所以有可能在 在那个 在那两个独立共同国 可能不要给打掉 更有可能再打打 连克里米亚 他都给打了 这些说不准 这些说不准 克里米亚 克里米亚的居民 是以俄语的居民居多 是不是 对 可是 对 但是这次呢 这个乌克兰 这个保卫战争 第二大城市 叫什么 哈里科夫 那什么城市 哈尔科夫 那个城市 基本上都是俄语 说俄语的人 是乌克兰 民众 但是都说俄语的人 他们也坚决抵抗 就是 我是看华尔街日报 在这个 在这开战之前的时候 就准备的时候 要开战 就是那个 那个谁 拜登刚讲说 要 要 要 这个说 俄国要侵略的时候 俄国要侵略的时候 华尔街日报 就登过一个记者采访 哈尔科夫的 说俄语的人 说你们 说这次你们怎么那么坚决的 要准备 要跟俄语的人 不都说俄语的吗 他说我们 这个这个 这个被采访的人 说我们虽然说俄语 但是我们看了 那个俄国人 到那两个地方 站了那两个地方以后 横征暴敛 把什么东西都拿 收 不然说我是军 我就收走了 所以他们看到 在那两个地方 这个俄国人 做所作所为 非常的 就是非常的 就是说 害怕 把哈尔科夫也变成俄语 所以他说 我们坚决不让他们关系 所以回答你说 现在克里米亚人 小南九尔刚说的 克里米亚人 都说俄语 但是也并不表示 他们这些都是 跟俄国人 就跟普京战略 这很难讲 很难说 对 就是雅光说的对 就是说刚开始 克里米亚在 就是苏联解体的时候 克里米亚是经过公投 决定留在乌克兰的 就是当时 他们还是认可乌克兰的 只不过就是说 2014年的时候 就是俄罗斯 就是说怎么说 在他们的压力下 他又投了一次 好像是 就是说要回归 俄罗斯 但是雅光刚才提的一点 就是说 我觉得就是说 虽然他们是俄罗斯 其实就是 可以说是俄罗斯族吧 就是说 虽然他说俄罗斯语 但是他们也要考虑 考虑到自己的未来 就是未来 这个战争打完了以后 这乌克兰可就是 一个欧盟国家了 那就是加入欧共体 他这个经济 经济上 他会得到一些好处的 你要留在苏联 你有什么好处 留在俄罗斯 有什么好处 可能他们也会 做出一些 对自身地域方面的考虑吧 就是说 所以支持俄罗斯 有可能 对 那就是说 最后就看谁的 武力更强一点了 因为现在其实 除非 最后真的打的俄罗斯 这个真的吃不消了 那谈判同意 再在 克里米亚举行一次公投 如果说 大部分人说 我们愿意 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 那就是俄罗斯一部分 愿意成为乌克兰的一部分 就是乌克兰的一部分 但是我觉得 如果战争真打出来一个胜负的话 我觉得胜利的一方 可能已经 不会再想搞什么公投了 直接就拿过来了 对 是吧 你想 你想这个 以前的 这是一百年前 要是这么两个国家 这么大的不要打两个仗 那是真是 伤筋动骨 你像这个 中国和日本 打这个一仗 这个 加国还在 完了以后 台湾丢了 割地赔款 台湾没有 东三省也被割了 要不是后来 这个俄国人 强烈出来抗议 加国来抗议 但这东三省也很大 对不对 所以这个 割地赔款 那这是很大的事 现在已经这个时候了 大概是割地赔款 赔钱可能不会有 但是你是俄罗斯 你肯定会彻底 就靠边站 人家都不理你 这是没什么说的了 对吧 然后呢 还有呢 就是说 你强占 我不知道你俄罗斯 占几块的地方 你强占我的东西 你得拿过来 另外 我还看前两天 我看到这个CCTV4 他们现在专家分析 说现在那加里林哥洛 说波兰 什么 那个波兰和那波洛地海 那三个小块 想把那加里 哥洛地海拿回来 那是块飞地 那俄罗斯块飞地 说这个也不能 让你们拿走 其实现在形势 有点真的 有点很难控制 这个普京 没想到会打成这个结果吧 市长 这个我们时间也不多了 还有两分钟 这个一分多钟吧 这个 还是给两位嘉宾 再提一个问题 这个你们觉得 这个欧战人 现在短期内 还能见到一个结果吗 还是说觉得可能 还要再打个几个月 我先说 我觉得还得再打个几个月 尤其是像所谓的 俄罗斯要在5月9号吧 就是那个 卫国战争纪念日 好像要 要有一定成果 他必须得做出一点事情 所以 咱们还得打个几个月 就说 打到这 武东那两个 像刚才 雅光提到那两个共和国 到底是怎么样 我觉得还要打一下 雅光 现在 现在是俄罗斯 我感觉越来越说 俄罗斯不想打 但是乌克兰现在 美国通过 这个 武器逐界法案 武器逐界法案 就是说什么武器 都向乌克兰提供 那这个打起来 战场 这个形势已经变换了 这个主动权已经变换了 已经彻底变过了 所以这个事情 现在俄罗斯 你想撤 撤吧 你撤了这些地方 全拿回来 所以这个事情 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所以我们看 就一看三个地方 这个武器东部这两个独立共和国 克里米亚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against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